下面呢我们说第二个话题叫计算 导书计算是基本能力 这个能力不能留在强化阶段 你说到了暑假我在练导书计算 那个是来不及了 现在啊竞争太激烈 大家得把基本的东西啊 在起跑线上赢过别人 因为现在就得好好算 对吧 我告诉你啊 再难的计算 今天都不能当男士做 基础阶段是不是做基础题 你的想法不对的 基础阶段 主体上来说 我们应该以基本结构为主 是吧 这是对的 但是对于计算这个东西啊 尤其是导书 积分和极限计算 我一再强调 这个阶段做多难的题都可以了 基本能力啊 对不对 这个东西还分个什么基础强化 没有这说法啊 第一件事 先给我背 基本出道公式 16个公式 你看我数的对吧 是不是16个 数一下 如果错了的话 这一段掐了重路 1234567890 1112134的1516 16个 我记得好像是16个 不要多啊 就这16个 然后在这个基础上 大家好好做题 然后你觉得哪个公式啊 记不住 哪个公式特别考 你再给我补充到里面 所以这公式个数呢 应该叫16加 还可以有 还可以再有 看你的了啊 看你的了 这公式要不要我念了 就不要再念了 好吧 常见的就这些 你把它给我备注了 比如说 阿克扩散一求导 等于负导 更好一减 是没有分离 对不对 这个东西 好多人说 算错的 比如说 这个 10的求导 是signal方 是吧 signal求导 是signal乘以10的 比如说 Long x 加 更好x方 加一求导 等于 更好x方 加一 比如说 阿克扩散一 我画这四个 确实容易错 但是也不一定是你错 对吧 这个不好说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看个人 好 下面开始 做题 我们这个没什么说的 你待会做的题目 哪一个记不住了 翻回来 看公式 是不是 看着看着 把它搞熟练了 就可以了 接下来 叫基本求导方法 我们待会用的时候 肯定会往前翻的 肯定往前翻 基本求导方法 按考验大门规律 我给同学们 规纳成六大方面 必考无疑 对吧 必考无疑 单独出题也行 但是计算过程当中 必然会出现 这一部分的计算 就看你的了 我们的要求是 第一 准确物 首先得准 不能出错 准是大前提 是吧 你算错了 一切没有了 同学们我再讲 考验数学分值 每个题目分值太高了 一个小题目就四分 稍不流伤 四分没有 它没有过程分 懂吗 大题虽有过程分 但是如果你第一步算错了 连环出错 这个题目 今天也是没有分数 所以计算这个东西 就怕 不准 准确无误 第二条是什么 那当然 快速完成 尽快做完 as quickly as possible 这个必须要做 为什么 你是在比赛 三个小时 大家都得做完了 你不能一个题 做半个小时 三个小时 做六个题 我们一共可是二十三道题 好多同学 最后两道大题 不做了 你问他 不是不会 来不及了 那你的速度 不行 这个也不可以 所以 既准又快 这是基本要求 第一个 符合求导 符合求导 这个没问题 是吧大家 怎么说 一层一层的求 是吧 有句歌词怎么说的 只要你愿意一层一层一层 拨开他的心 说明这个词作者 对符合求导 非常有深刻的印象 对不对 好了 来看题 一 符合求导 这个例题 取自一线题 我还得贪念他二X 有人问过了 老师 这个作业你布置了 他输呢 我还没出 所以我这个人做事 我就这样 我要不不做 我做 我要做我要贯彻落实 我从来没有这样 我从来没有在我的课上 用讲义把习题级的例题 这样清晰的标出来 这就是我今年我在微博写了 我有反思 就是要带着学生落实习题 这才是中国任务 你光喊着 同学们 题目给我做完了 他不做 他不做的 就带着你做 这样的话 大家可以调动全国考证 把这个习题级落实下来 你只要落实下来了 那这个能力一定会提高上去 数学关键是要动笔 亲自做 是吧 所以我这样布置了 马上就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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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这几天的事 先把笔记整理好 把作业要做好 Y等于探紧的2x的导数 就这个导数 大家还记不记得 我们在第一讲 讲的那个话 这叫什么函数 密质函数 是密质函数 密质函数 看到了 见到 有x的vx四方 立即写成什么 百分之百先写成 e的v loin u 记得吧 想起来了 go原始等约 y就等约 那就是 e的一起备 co tangent 2分之x 乘以loin tang2x 对不对 大家 不理我 有了吧 然后求导 我按一瓶 然后整个求导 各位 说过了啊 密质函数 各位是不是也是 什么 初等函数 是吧 但是它是一个 复合函数 听得懂吧 这是典型的 复合函数 有了吧 那么这种 开始求导 那么大家想 e的狗四方 求导 等一几 是不是 e的狗四方 不动啊 所以第一步 先抄它 抬着它 e的 co tangent 的2分之x 乘以loin tang2x 不动 再乘以 是不是乘以狗的儿子 你不理我 e的狗四方 求导 是不是等于 e的狗四方 不动 再乘以狗 给黑巴掌 是这样吧 这个符合求导 因为它两层啊 两层的话 第一层 e的狗四方 写在这儿了 第二层 狗再求导 就相当于是 考验的 大家知道 这个计算体 它不可能这样出的 你看这个基本 16个公式里面 是不是有 e的x方求导 还它自己啊 但它是有符合 对不对 这个意思 好 接下来 狗秋导 大家看这狗秋导 是不是涉及到了 四字运程规则了 什么四字运程规则 看好了啊 我接下来 我这 相当于 我这 旁边都是好口纸 好吧 你直接往后写就可以了 大家看 是不是乘以狗的导数 是不是 U乘以非 对吧 我是在 题目当中 讲规则啊 大家 U乘以为会求吗 U乘以为的导数 不会的寄旁边 它等于两个人成绩的导数 不换寡而换不均 先给第一个人给一巴掌 旁边人看着 旁边人做这个U就不高兴了 你凭什么打我一巴掌 他怎么不动 别着急 再加上U不动 为了给一巴掌 公平啊 不换寡 换不均 你懂得一个道理 我这个人喜欢讲道理 所以讲了讲的 你政治考验 就考了我这东西了 不换寡而换不均 你看你们政治考的 考了吧 你们政治老师一个猜不到 有些人考完政治 老师你猜出政治题了 我说哪个题 不换寡而换不均 你看我们数学公司里就知道 是不是 这公司背住了吧 来那我问你 不换寡而换不均 你自然就会背了 U乘V乘W 三个函数枪成的导数 会穷吗 你肯定会 你记住 不换寡而换不均 说吧 你自己大声喊 是不是先给第一个人给一巴掌 是不是旁边两个人看着 那U不高兴 凭什么不打他们俩 来了 UW看着 V给一巴掌 再加上UV看着 W可以挖的 好大家都舒服了 懂了吗 这个道理就在这 这个道理就在这 这是好背的 那你现在告诉我 N个有限个成绩导数 怎么算会了吗 U1乘到UN求导 第一个人求导 剩下N简一看着 再加上第二个求导 其他人看着 一直加到最后一个求导 前面看着 对吧 去看看 是不是2015年的考验真题 年代并不交远 这个道理啊 学会的 记住没有 背一遍 叫什么来着 不是公事 我刚才说了什么来着 不患寡 而患不均 这个时代特征 其实主席提出 中国主要矛盾 已经转化成 不平衡 对吧 后面我不说了啊 不充分发展 不平衡 现在他只关注这一点了 中国的这些 智里名言啊 真正的经验 他现在感觉很好的 对吧 现在中国人的心态不好 中国人社会发展 是说巨大矛盾 为什么不怕穷 怕的是不均 对不对 毛主席那个年代 人民很幸福 为什么 你没有馒头吃 我也没有馒头吃 大家很开心 我饿的没关系 你也饿的 大家穷开心 对不对 为什么现在 中国人社会 为什么现在 大家都不开心 我也不开心 我有十个馒头 我快要撑死了 可是我为什么 现在活得不开心 因为我隔壁 有一百个馒头 他我就不行 活不了了 不均 懂了吗 这是真理 你明白道理了吗 你考不及格 我也考不及格 咱全班不及格 我很开心 你们都一百五 就我一个人不及格 不因为我活不了了 就这个道理 这个道理 放之思海而皆准 到处都是 以后你当领导 你当这个部门主管 以后你管的 记住这句话 千万不要让你的员工 感觉到不均 一旦不公平 队伍就难带 就散掉了 今天骂这个人 旁边人都看着 你记住 这个骂的人 一定要安抚他 因为明天骂另外一个 后天骂再骂 所有人都骂变了 各位 大家都会开心的 因为你每个人都在骂 千万不要只骂一个人 这个人就完蛋了 就这个道理 今天给他发奖金了 全得发 各位一个不能少 少一个不行 这个队伍是带不了的 这就是处事的技术 你知道吗 还不讲哪去了 好 开始 求导 那来吧 那乘以 是不是整个这个 co tg的2分之x 乘以loin tg的2x 是这个东西 求导 是这样吧 不跳步啊 不跳步 他就等于 同学们 这个e的这玩意 是不是可以写回去啊 我们还是写回去这个啊 是不是把它写回这个式子啊 写回去啊 他还是tg的2x的 co tg的2分之x 你听懂为什么呀 写回去了啊 乘以 开始求导 前面求导 后面不动 是不是啊 来一起背 co tg的求导是简 刚刚说过 是不是叫 负的cos的方 你就往前看啊 你看 16个公式 是不是 co tg的求导 是等于负cos的方 看到了吧 这就这样背啊 就这样背 你不要拿着16公式 在那跟背单词似的 做题目的时候背 遇到一个 结了一个 遇到一个 结了一个 你很快就记住 负cos的方 听懂没有 go 来了啊 他得负的 csc cos的平方 然后呢 是2分之x 还没完呢啊 他里面是不是还有一层 是不是2分之x在求导 是解 2分之1 懂了没有 前以后面不动 后面看着啊 loin tg的2x 再加上 前面不动 co tg的2分之x 不要动 前以loin求导 一起背 loinu求导 是不是就u分之1 这个16公式里的 有一个loinx求导 是不是x分之1 这个不管他啊 直接写 那就是tan 2x分之1 在前以一起背 是不是tan 就在求导 loinu求导 是u分之1 在u求导 来 tan 就在求导 是解 sign 是不是sign 再来看 16公式里啊 这个公式背着啊 tan 是不是sign 来了啊 叫sign 好 我们写出来 他得sign s e c 平方 sign 2x 再乘以谁 还一个2 对不对 再乘以2 还一个乘以2 因为2x 还要求导 是不是这才结束 这样说听懂没有 在最开始 做这个工作的时候 大家就得 老老实实 仔仔细细的去做 不要出现错误 好吧 这个我就不再整理了啊 这个大家稍微整理一下 就出来了 好吧 有工医师可以提吗 有工医师可以提吗 没有啊 整理一下 好吧 自己自己折腾去吧 好 这是第一种啊 叫做佛寒子求的 但一般来讲呢 考试当天 不会给这种答案啊 你知道岳正老师怎么改 对吧 谁改这一题 流水作业啊 只改这一题 那就看着麻烦死了 所以呢 他的过程里面啊 他有时候比较带一些值啊 是不是大家 然后呢 或者有些化解条件 他最后把答案 化解下来啊 就这个意思 这个意思 好了 我这个就不写了 就写到这里行了 接下来第二种 叫隐含数求导 那么什么叫隐含数 他知道写含数是这样写的啊 y的fx是吧 叫显示表示 就是明确知道 就是明确知道 y是x的含数关系 所以是吧 那比如说 这个显含数一半啊 隐含数呢 你好像感觉到啊 是把这个xy一向过来了 但是这个话恐怕 往往有点片面 这个也对 你比如说啊 什么叫y减fx 我举例子啊 比如说y等于x平方 同学们同意吧 这是不是叫y等于fx 这叫显示表达 是吧 那比如说 那隐式很简单 把它捡过来 x方-y等于0 我问你 这是不是叫fxy等于0 那真的也是啊 确实是吧 这不就是 左边是二元函数吗 是不是这东西等于等于 但是我告诉你 一般你要这样改造的话 就没有把隐含数 真正的含义搞清楚 我告诉你 真正隐含数 往往是解不出关系的 对不对 不是一个项目 出过来就出来的 你比如说这个含数 来看这个 你能解除xy的关系吗 懂了吧 很难解出来的 这一般才是 我们考察的隐含数 好不好 听懂了啊 这个意思 不是说一个项就出来了 没那么简单 那往往隐含数是指什么呢 无法把含数关系显化 我们要直接利用这个隐式关系 进行求导 是不是大家 这才叫隐含数 方法是什么呢 在隐含数方程两边 同时对x求导 这时候只需注意 y给yx即可 这里面实际上也涉及到了 复合求导的概念 是吧大家 因为这里的y不是y 而是什么 yx是x的函数 只不过大家注意啊 我们现在讲的是求导 是一元导数 对不对大家 这跟高等数研下似的偏导数 不是一个概念 懂吧 这个事情以后再谈 大家要把它分清楚 记住这里的关系是 在整个球的过程中 是对x求一元导数 故y一定是x的函数 明白吗 是吧 它里面隐含着yx的函数 这样一层复合 其实你牢记就可以 你不会出错的 只要记住这儿怎么做 就不会出错 来 趁热打写 看题 看题了啊 看题 取之一千题 数据数据数三都有 我说b主题挑了一个 这个题的计算量很大 这种题可以直接考 考验题的 假设y等于x 是由这样一个方程 所确定的一函数 它人家明确告诉你 y是x函数 对不对 这时候请你求 y1撇0 y2撇0的值 方法 看到了吧 这不很简单吗 在整个的这个式子 把技能形式 在形式两边 同时对x求导 就可以了 是吧 开始 我们开始求导了 方程两边 形式两边 同时对x求导 对x求导 跟上啊 我们开始了 那么三一求导 大阵复合求导 三一求导 算是谁 三一u求导 是不是扣三一u 没人理我 再乘一u求导 大阵u求导 是不是乘级的导数 是不是复合求导 乘级导数了 来x乘一y求导 怎么说 全面求导 x求导 是不是剩y y不动 再加上x不动 乘一成 y求导 是不是这个 跟上了吗 因为y是x弹数 所以y要求导力 对了吧 再等于 右边求导 开始 long求导 跟上我速度 longu求导 是不是先u分之一 u分之一是吧 倒着写 x加一分之y 是不是大家 再乘以 u的导的导数 u的导数 大家注意 这个u的导数 是不是伤的导数 公式 伤导数 来写一个了啊 你看我遇到一个 积累一个 u比v的导数 等于 这边记啊 v方分支 上面求导 下面不动 减去上面不动 下面求导 赶快记啊 记旁边 记旁边啊 私自身的规则啊 私自身规则的 除法的导数 是吧 u比v的导数 在什么呢 好 分母写成平方 是吧大家 然后的话呢 分子写成 上面求导 乘以下面不动 减去上面不动 乘以下面求导 记住了没有 来正好操作一下了 大家看这个位置 写什么了 我问你 是不是这个位置 算的是 y分之x加一的导数 来了 y分之x加一 求导 它就等于 底下 是不是y平方 跟上我速度没 然后开始背啊 上面求导 下面不动 大家想 x加一 x是求导 是不是一啊 一求导是零 是不是一啊 求导是不是变一了 下面不动 是不是叫y 减去 上面不动 x加一 分子不动 乘以下面求导 是不是y一片 不理我 是不是 是了 好 好嘞 然后把它划减一下 大家看y比上y方 是不是剩下是y分之一 减去 剩下的是不是叫 x加一 乘以y一片 除以y方 对了吧 咋都不理我了 是不是 是 好了 后面呢 然后1求导是不是0 没了 好 整理一下 听懂了没有 听懂了 好 我们操个纸擦掉了 操个纸擦掉了 那么接下来整理一下 便得到 它实际上这块 就等于 等于这个画点 y和y约掉了 剩下是谁 x加一分之一 减去 大家看这个x加一 跟这个约掉了 对不对 然后的话呢 这个y是跟着y约掉一个 所以减去是谁 y分之 y一片 你看我写对不对 对了 所以呢 我就把它擦掉了 能听懂吗 成立句 这个画简很简单 约分就行了 好 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得到了 这样一个表达式 我这个擦 你就不要擦了 你这样翻 反映 是不是写在这 是这个吧 好 下面我们来求y一片 这个数字 我们不妨把它记成一式 这个记成一式 你要求y一片0 我是不是选 首先得知道y0是吧 所以往式子带 在新式中 我们令x取0 在新式中令x取0 大规于30是不等于0 因为x取0了 是吧大家 那就等于 弄什么呢 大规于x取0 是吧大家 这个是弄一E 就是弄一 上面是E 以前是不是叫y0 没理我 加1 对不对 看到了吗 因为这个已经是0了 叫310 那不管y十几 310都是0 是吧 所以大家发现没有 这里面的y0是几啊 这个很好做的啊 你就不用一项 我问你 实际上是 Loy等于负1 对不对 Loy等于负1 说明底下 是不是E的平方啊 对不对 你可别弄错了啊 Loy等于负1 那说明是Loy 这里面是什么 E的负1次方 对不对 那么是不是E比E方 才是E的负1次方啊 能跟上吗 各位 这是中学知识吧 你要说这个算不出来 那这个负7到2点 好吧 有个同学这算写成负1啊 不知道你怎么想的 难道Loy等于负1啊 是Loy的负1次方 等于负1 对不对 大家 好了啊 这个我 就这样说呢 就是说计算过程 大家要注意就行了 好 来往里带啊 于是在一式当中 我们再令 X的0 就出来了 好 大家算 在一式当中 大家看啊 cos0是不是1 这是不是有1倍的 这个 cos0是不是1啊 然后这里面的括号 是不是叫Y0 Y0是结 1的平方 1的平方 加的这是不是又是0 不用加了吧 它就等于 X是0 是1分之1 减去Y0 Y0是一方 上面是不Y1撇0 懂我意思吧 这样从这儿 我们可以求出 Y1撇0 它就等于 这个会算吧 嗯 大家这个算一下啊 等于几 这个很简单了 这边就是一方是吧 是不是啊 这样一通分啊 也不要通分了 这叫一方 是吧 这叫一方 然后把它挪过来 是不是叫 1分之1 减去一方 是吧 然后把它乘过去 是不是叫 1减1的四四方 对吧 大家看到没有 这个计算量啊 有些吧 这个不简单的啊 这还只是算了Y1撇0啊 考验真极啊 就这种 就这种 它要计算量 这个话题 就完全是在计算里面了 听得懂吗 我没算错啊 就这个答案啊 这个答案 要计算能 计算能力 好 再来 再来 接着来啊 我们把这几个数 把它插掉了啊 我这过程 我插掉了 你不要插 你不要插 好 我插 继续来求导 是不是对1是再求导 1是再对X求导 你就可以得到二级导数了吧 这种求导是更为复杂一点了 跟上我速度啊 这是不是乘几导数 来扣上去的是谁 负3 听懂没 负3XY 再乘以 是不是又是符合求导了 大家这样想 这个符合求导 是不是跟这个是一样的 前面不动 前面求导 后面不动 加上前面不动 后面求导 同学们是不是这个 然后再乘以这个 是不是就平方了 跟上呗 再加上 扣3XY 不要动 乘以后面求导 这括号里面求导 跟上 Y求导 是不是叫Y一匹 再加上 是不是又是成绩导数了 前面求导 后面不动 是不是又Y一匹 再Y 对Y一匹 Y一匹 X求导 Y不动 是吧 再加上 X不动 Y几阶 两阶导数 对了 它就等于 看右边求导了 这个求导很简单 大家U分之一求导是减 负的 U的 平方分之一 是吧大家 然后再乘以 U的导数 X加一 求导是一 不写了吧 减去 各位 是不是又来 伤的导数了 跟上我速度 Y的平方分值 一起说 是吧 上面求导 下面不动 是不是Y两匹了 乘以下面不动 减去 上面不动 Y匹 下面求导 下面求导 是不是Y一匹 是不是一月就平方了 看懂没 可不简单 可不简单 这是二师 这是二师 你可以画减 也可以 不用画 这个都无所谓 直接代值是吧 代值行了 好开始 刚才说了 X等于0 10 Y0是几来的 是不是叫一方 Y1.0是几来的 是不是叫一 减一的四次方 把这些 统统带入二次 立即退 懂得意思吧 好 来往里带了 这时候我们可以得到 只要三一阵是0 是不是全没了 好事吧 所以三一阵 这一阵是0 只要这个出现0 整个都四度0了 是不是不用算了吧 好看后面 X取0 Cos0是1 对不对大家 后面是 Y两匹 是两个 是不是有个 二倍的Y1匹0 从这开始算 是二倍的 E解E的四次方 同意吧 再加上 X不用算了 X是0 是不是没了吧 它就等于 好我这带啊 X是0 解释 负的E的平方分之一 对不对 大家 再减去 一起算啊 Y平方 Y0的平方 是不是E的四次方 跟上了吧 现在Y两匹 你要求的就是这个啊 Y2.0 这是你要求的 乘以Y Y0是 E的平方 再减去E的 导数 E导数的平方 哎哟 E解E的四次方 的平方 看到没有大家 不简单吧 不简单啊 当然也没有多难啊 这个东西 说实话 也不是多难的事情 大家是不是把这个求出来 就行了 对不对 听得懂啊 整个二是 另X则0 然后把前面三个条件 往里一带 这样的话 这个事情就出来 好 这样的话 我们可以算出来 Y2.0 它就等于 我们超过这写下 超过写下 这个也不算难的 这个约一下 是吧 这个约一下 我超过写啊 这个位置是 Y2.0 是不是除以E方 就行了 它约一个 是吧 这边减去 负负负责正 就是负的一方分之一 减去 这负负责正是 加上 大家注意这个约一 把E提个出来 是不是像 1-1的三次方的平方 因为提的E 除了一方 除以它是不是 1的平方 对吧 这边呢 等于二倍的 你提个E出来 是不是叫 1-1的三次方 是吧 然后呢 把这个挪过来 把这个挪过来 完成之后 把它再除过去 好 这个答案 不难啊 答案是 1的三次方 乘以3倍的 1的三次方 减4 请大家自练 自己做啊 答案我写给你了啊 1的三次方 乘以3倍的 1的三次方 减4 在考研的真题中 这种东西 经常出现 我再说一遍啊 这个计算量 是考试的 常见计算量 所以说到这儿 我就说一句话啊 在英语考试当中 任何一届命题组 都是要强调 对学生 强大计算能力的考察 你在考场上 遇到多么复杂的计算 都不要感觉到意外 老师师傅做错了 怎么这么麻烦 不是的 他就是为了考你的计算过程 就是有这么复杂的计算量 懂了没有 懂了啊 好 这个留给大家自己算 把它做好 这是第二种考察 叫做什么呢 叫做隐含数求导 隐含数求导 在考题里面呢 因为是有必要这个什么 有必要大的计算过程的 所以一直以来是考试的重点 大家把它复义好 第三种情况 叫做对准求导法 好 看三啊 对准求导法 这个什么叫对准求导法呢 首先你要知道 对准求导法干什么的 大家看这把这个画下来 对于多项相乘相除 开放成方得来的试子 我们一般先取对数再求导 称为对数求导方法 这个对数求导法 多项相乘相除 开放成方得来的试子 你比如说 大家看这个试不就是 多项相乘相除 开放成方 是吧 懂意思吧 哎呀多想 那这个试子呢 在概率论语书理统计的最后一部分 大家有没有印象啊 在大学二年级学过 最大思然估计 最大思然估计方法 它是要有N个样本 是吧 由于是多立同分部 它实际上就是N相乡成 是吧 那个时候都是对数求导法 是吧 所以我们高等数学啊 可以用到概率统计里面去 这个事情以后再说 我刚才讲真的话的时候 就从表情告诉我 老师你在说什么 就是大家可能忘记了 没有关系啊 慢慢来 慢慢来 好了 请看立题 这个就不难了啊 本题 许自己先题 这个很简单 两边取对数是吧 直接写了啊 多项相乘相处 开放成方 两边一起取对数 一起推 大家实际上也知道 一取对数的话 就把这些乘除开放成方 是不是变成了 简单的加加减减 和乘以细数了 是吧 不要简单 好 Lawing Y 它就等于 左边取对数写Lawing Y 是吧 右边的话的话呢 大家注意这个X 是不是拿下来了 写成X辈的Lawing A比B 听得懂吧 Lawing A比B B的X之方 X拿写出去 乘法是不是叫加法 对吧 根据对数有成规则 乘级再取对数之后 变加 当然注意啊 这个A怎么拿下来了 但注意啊 我待会要对X修导的 所以呢 B除以A B除以X 我是不是写Lawing的减法了 对了吗 所以写成A倍的Lawing B减去Lawing X 同意吧 没遗忘 对不对 往这写啊 往这写 看那一声吧 我肯定要这样写的啊 因为待会我要对它求导的 我这个不用了 Lawing A比B 它是常数啊 我就不用写Lawing 减Lawing B了 对不对 好 再加上B拿下来的Lawing A 对了吧 先取对数再求导 好 这样的话 立即推 对X求导 对X求导 好 我们马上就可以得到 大家看这位很清楚啊 Lawing Y求导 是不是得Y分之一 再乘以谁 Y一匹 复合求导 看懂了吧 先是Lawing Y求导 是Y分之一啊 但是Y是X含书啊 所以再求导 是不是我爱一匹 它就等于 前面X求导 是不是剩个常数啊 叫Lawing A比上B 好 大写 这个常数求导 是不是没了 这个Lawing Y求导 是不是叫负到X分之一 那乘以前面系数是 这个B Lawing Y求导 是不是叫X分之一 X分之什么 B 后面常数求导 是0 这就出来了 对了吧 然后别忘了 把这个Y是不乘过去 是吧 所以Y一匹 就等于 把这个Y给它乘过来 Y是不是再抄一遍啊 抄一遍 所以Y一匹 就等于 A比B的X次方 然后B比X的A次方 再乘以X比A的B次方 然后再乘以后面这个 是吧 再乘以 我这个位置写不下了 好 很好 这个办法很简单 缩小 是吧 再乘以 那就是整个这个表达式 Lawing A比B 减去X分之A 加上X分之B 回答完毕 明白了吧 这个不会单考题啊 我认为 像这种考题 它一定是一个过程 一定是个过程 数学二考这个东西 就高数里考 该统计 数一数三 很可能这个方法都放到该统计里考去 有可能 这个方法要学会它 这个不难 好不好 不啰嗦了啊 第四种 叫反函数求道 这个啊 是一个注重写法和形式的一种考试的题型 这个题实际上也不难 但是啊 大家注意写法 我这次给大家专门挑一道题 请大家注意这面写法 这有一个 一个地方 打错了啊 这个位置改一下 F这是一匹 这是F一匹 就是说这个什么 这些东西都存在且都不得灵 是为了干什么 是为了保证结果的正确性 是吧 大家 这个不是你考虑的啊 是初期人考虑的 你看 他是不是在分母上 分母说不得灵 对不对 就是抽象函数呢 命题人需要有些考虑 所以他把这些考虑啊 写在条件上 与大家无关了 来无关 好了 我们分析一下啊 这种题目呢 大家旁边写几个字啊 注意写法即可啊 这个不是难题啊 注意写法 不要出错 即可 注意写法即可 什么意思呢 我们来分析一下啊 反函数是吧 那我们这样的题目呢 他最后求的是F一匹 大家看得很清楚啊 F一的反函数F一匹 那自然我们认为 我们应该写成 X是不是等F一 对不对 这样的话 你才能解出来 Y等于什么 F逆 X 是吧 大家 准备理我 对吧 你这个过程是像这样写的啊 大家知道F和F逆 是不是互逆算 所以你要这样推到这一步 像这样推的啊 大家在这个式子两边 是不是两边都写F逆 X等于F逆 F逆 各位是这样写吧 这样F逆和F约掉了 是不是Y等于F逆X啊 对吧 为什么我要这样写 为什么刚开始不写X等于F逆 因为我已经知道 他的写法 他的写法 结论里是不是F逆X啊 所以我要的是F逆X 你能听我的意思吧 F逆X是谁 是Y 所以你看题目 首先得看懂吧 而且题目的第一句话 也写成了 函数是不是叫F逆啊 所以是不是X等于F逆 同学们千万不要 对于字母的位置啊 你不要有这陌生感 我告诉你了 这个在法国数学家 迪卡尔 这个是由历史渊源的 我们很多人喜欢写Y等于F逆 是吧 我们习惯上 这是字变量 这是音变量 对不对 这从哪来的呢 是从法国一个大数学家 迪卡尔来的 迪卡尔是一个 体弱多病的小孩子 他上学的时候的话呢 早上起床起不来 一早起床啊 起来就头晕 就要摔倒 这个人啊 身体有毛病 一起床就血上不来啊 他就就好像 就我不等在病理上的原因啊 他就一起床就晕 晕了就摔倒了 摔倒能摔死人的 所以老师告诉迪卡尔 你不要起床啊 不要起床 睡吧 睡到自然险 其他同学都给我起床 上学去 你不要起床 睡就行了 生命重要 所以迪卡尔呢 一生去养精习惯 他都起得很晚啊 他的生理毛病 这是 生理不得精神上啊 说非得起晚 他不是的 他就起不来 没有 起了就要死 起不来 起不来呢 成绩就落后了 人家都去读书了 他整天睡大觉 后来迪卡尔 他不像我嘛 我那你要 我好高兴啊 每天我有特权啊 我可以不起床的 睡到自然醒 这个多么爽 可迪卡尔 有想法了 考树考不过别人 成绩落后 他又开始反思 他不要睡觉了 我是因为起不来 不是我不能醒来 于是他又提前醒了 他比其他同学 醒的还要早 但他不能起床啊 他又盯着天花板看 每天盯着天花板看 那个大家知道啊 这几百年前啊 这个生活环境 也是比较差的 就到处都是虫子 爬来爬去 这些年赌的 你现在在哪个房间 到处虫子爬 女孩子都很害怕的 那个年代是很简单的事 他每天看着这个屋顶啊 天花板 然后看着看着 思考问题啊 然后就睡着了 然后又醒来 看天花板思考问题 他脑子在动 在思考问题 他的成绩 奇迹般地追上了 其他同学 因为他没有再睡觉了 他说我身残至尖 我虽然我有毛病 比较其他同学 可我怎么样 我可以努力 奇迹般地追上其他同学 上帝是眷顾这些 专注的人的 他有一天啊 看着看天花板 看着虫子爬过来爬过去啊 看着看他睡着了 在迪卡尔自己的传记中 写到这一点 他说我做了一个梦 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梦 在梦中啊 这个小昆虫啊 爬过来爬过去 查出了一个 这个直角坐标记 大家知道啊 那个年代的数学 是什么都没有的啊 迪卡尔醒来之后 在纸上画出了世界历史上 第一次直角坐标系 去记录这个昆虫所爬的位置 从此有了XY的坐标点 从此从长数有了变量 数学出现了极大的飞跃 这是个里程碑式的事情 你知道吗 迪卡尔直角坐标系的引入 是一个如此体弱多病的孩子 因为长时间的关注产生的幻觉 出现了直角坐标系 人们不再从一头羊 两头羊 三头羊来数 而出现了X头羊 出现了变量 从此才有了数学的发展 对不对 是个很了不起的一段历史 这个人叫迪卡尔 可是迪卡尔有一个习惯 他习惯用X做自变量 把Y当因变量 所以导致后人 总喜欢把X当自变量 Y当因变量 美籍华裔 有一个大数学家 他已经去世多年了 叫陈醒生先生 陈醒生有一次表达 我都告诉你大师了不起 比如说陈醒生获过什么奖 打陈醒生没有获过任何奖 他不要怎么奖 他在世界上有一个陈醒生奖 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 他是世界数学上 数学学科 微分几何之父 华人里面 你说搞这个高层次的数学 有没有名字的 有的 这是一个华裔 原来是一个中国人 他的名字命名的一个奖 他开创了微分几何 了不起啊 后期追上的 他有一个名言 他说外国人总以为 中国人比不上他们 我要把他观点给他改过来 这个非常一个了不起的大数学家 你们都不知道啊 陈醒生 他是杨振宁的老师 杨振宁听说吧 诺贝尔物理学奖 杨振宁的老师 陈醒生在一个厂头说 他说 笛卡尔犯了一个小的错误 A little mistake 什么小错误呢 他讲的是英文啊 人家不是讲中文啊 他犯了一个小的错误 什么小错误呢 他说 他总是把水平轴写作X 把千锤轴写作Y 一时后人总是误解 X是质变量 Y是质变量 他说其实 XY是一样的东西 叫Identico 是完全一样的东西 在他看来 XY是没有区别的 由此开创了微分几何 这是整个的一门 高层次的数学学科 要兴趣 大家可以到研究生机上 要去读一读 陈醒生先生 是南开大学 从南开大学出去的 应该是这样 他对南开大学 是有巨大的贡献的 但是呢 人是美国人啊 美国人 不是中国人啊 大家都跑到美国去了 这一点上 是吧 但他始终最后 落叶归根 他总是认为自己是 学业里还是中国 是吧 这个不好说 这个不管他了 你听懂了没有 XY是什么 叫做Identico 是完全一样的东西 昨天有个学生跑过来 一个研究生堂 好几个跑过来 到他来看我 他说你答应我们的数学文化十八奖 什么时候讲 我一算大概已经答应学生四年了 到现在都没有讲 没有时间 确实没有时间 因为我每次想开始啊 讲的东西就遇到了你们这些准备考验了 所以我现在把你们服务好了 现在干正事 那些事不能现在做 做不了 现在没有时间 总会找到机会去做的 以后再说吧 看直播能讲 能讲讲这种东西 但现在还是没有时间去做 因为我做事很认真 那需要拿大量的资料给你们看 我说这些话都有资料显示 我这工作太繁琐了 太难做了 暂时做不了 你现在看这个事的不陌生了吧 听到没有 不要看这话 什么函数跑里面去 自母而已 自母而已 就是X和Y的关系嘛 听懂我意思吧 好 接下来求导 这个求导不就简单了吗 我们在X等于FY两边 同时对X求导 对X求导 你来跟上我的速度 这个求导是减 左边是减 说 X对X求导是不等一啊 回答我是不是啊 它就等于 来 对X求导 这是符合早数吧 是不是先写的吗 F1PY 是不是先对F求导 再乘以里面的Y对X求导 是不是这样写的 看懂没 此题啊 不是我课本里那个反函数求导公式啊 我是要告诉你反函数出题怎么出 这样出的啊 你能看懂吗 其实也是隐函数那里面的说法 就是Y是谁的函数 X的函数啊 对不对大家 好 这样的话我们就会得到那大项 DY比方DX等于什么 是不是等于F1PY分之一 跟上没 跟上了啊 DY比DX等于F1PY分之一 现在的你求的是什么 大家看得很清楚 D方F2X 是不是就是D方Y Y是F1PY啊 懂不懂 所以说实际上来讲的话呢 你现在让我求的东西 我这个位置啊 我把它缩小一点 缩小一点 放在这儿 仔细看啊 仔细看 你现在让我求的是什么呢 你现在让我求的是 D方F2X比上DX方 同学们同不同意 它就是D方Y比上DX方 对吧 对不对 好写一下啊 D方Y比DX方是什么 这个二级导数这样写的 是DY比上DX 括号 再D比DX 对不对 这是定义啊 这是定义 我再写一遍啊 大写 我一写大一点啊 大家今后记住啊 二级导数这样写的啊 D方Y比DX方 它的定义是 先DY比上DX 再对X求导数 是不是叫二级导数 对了吧 它这个乘法写 写法 你看很像什么呢 D跟D 是不是写的D方 这个DX乘DX 是不是写DX方 它不是DX平方 是DX括号的平方 那意思啊 然后把括号没写 懂吗 听懂没有 这样写的 那咱们现在想 DY比DX 是不是已经出来了 DY比DX 是不是已经是这个了 那大家告诉我 这个是谁的函数 回答我 这是谁的函数 在形式上 是不是Y的函数 它是F一片 Y分析啊 不是X 共 你觉得这个上面 得对谁求导 懂意思吗 它是不是得对Y求导 分子分母 同时除以DY 对不对 不理我 对吧 你听好啊 你是谁的函数 你就得对谁求导 可不能对别人求导 对吗 好 所以它就有了什么 来大家背吧 我说很简单 你看这个分母 是不是就是F一片 Y分之一 这个函数 对Y求导 DY嘛 能听懂吗 对Y上去 你不能对X求导 对Y求导 它不是X的含金 你怎么对X求导 对吧 那么对Y求导的话 大家看这分子写什么 很简单 是不是叫叫 U分之一求导 首先是 负的 F一片Y的 平方 同意吧 分之一 是不是叫 U分之一求导 是负U分之一 再乘以什么 说话 是不是再乘以U求导 U求导是 F一片Y 对Y求导吧 写谁 F两片Y 对了吧 这不行吧 因为你对Y求导 就是Y 对不对 你是对Y字母求导 它不用符合 你就是F两片Y 就对了 听懂了吧 好 那除以 底下不用求导 他想 底下是不是 DX除以DY 你给它翻过来 是不是就DY 比上DX 是乘以X 是乘以X 是不叫F一片Y的三次方 对不对 请问Y是几 再念一遍 Y是不等F两片Y 是不是叫F逆X的三次方 大家看证明的分母 是不是就算 准备理我 对了 对了 分子写谁 F两片Y 请问Y是谁 F逆X 是不是就是预证的分子 证明完毕 这个题 是一千题里的 我挑给你看看 所以现在这个命题 很注重学生 对于这个基本 反函数 XY字母之间的关系 这个很容易搞错的 你要多加练习 这个是一千题里头的 B组题里头的 我把这个数一数二 放在A组了 数三放在B组了 但这个题实际上 应该都在B组里面 这不是一个简单问题 但总的说来 大家主要注意什么就行了 写法 是吧 注意写法 注意写法 明白没有 这里头记住 对谁求道 是个关键 当你发现 你这个表达式 你这个表达式里面 已经是比较复杂表达式了 你记住 它是谁 什么字母 关键是这一条 关键是这一条 它是谁的字母 你就对谁求道 分子分母 同时除以这东西 能懂我意思吧 这是关键 否则就求乱 好了 以上所谈 我们讲到了 第四个反函数求道 接下来出现了 另外一道 优秀的考期 第二 这也是 这个 取之一先题的 我说今年 我加强了对反函数的问题的 求道的问题 第二种考验形式 不光是注意形式 如果出现了具体函数 刚才那个是抽象函数 对不对大家 那是F吗 是吧 没告诉大家是解 如果出现具体函数 且具体到如此复杂 大家如何考虑呢 这个题目又有什么样 精彩的出解过程呢 我们下节课接着讲 请大家先做自己的训练 我们下节课接着谈 下课 下面我们看讲义的十七页 我们来继续谈 关于这个反函数的问题 上节课我们讲的这个立体一 这关于反函数呢 它这个抽象性问题 是吧 抽象性问题 就要求各位呢 对于这个表达式啊 你要有一个写法上的注意 是吧 它到底 我们说了啊 谁是自变量 谁是因变量 这个无关紧要 这个不重要 重要在于 对于抽象性问题啊 重要的在于 你搞清楚 对谁求导 是吧 这个是关键 这个我们讲过了啊 大家要直直细细的去 把立体一 消化 吃透它 把这个问题搞清楚 那么还有一种考法 就这种啊 具体型的 逐渐的在 我分析这种问题的过程当中 大家应该现在发现了啊 我们这个数学考题 往往是两种出题的 比较常见的手法 一种是什么 叫做具体型 是吧 比如说这个题也是具体型的 这也是一个具体型问题 刚才那个题呢 就是抽象性问题 一到数学题 这个数学题 它本身呢 它总是可以出成 一种具体型 一种抽象型 它的难度就会有所变化 你比如说这个题 我们认为相对来讲 这个题就简单一些了 就简单一些了 然后你看啊 这个题目 虽然是长得挺吓人 是不是长得挺吓人啊 什么老虎 纸老虎 这个叫paper tiger 比辑机啊 paper tiger t-i-g-e-r 是吧 paper tiger 纸老虎 毛主义说 美国就是纸老虎 一切反动派都纸老虎 就是纸老虎 其实你只要说 这个学会了这个方法 敢做 这个事情一定能解决 是吧 纸老虎 老虎怎么画 老虎这样画的 老虎 是吧 你要标志的话 这家俄王 这叫纸老虎 paper tiger 有人说 纸老虎 真的叫paper tiger 当然是 当然是 也不用查字典 好了 我们来看这个怎么做 首先第一条 他求的是 这个函数的 反函数导数 是吧 大家 反函数导数 不是这个函数导数 反函数 但是这个题 你要说先反解出来 再求导 那这个太麻烦了 对吧 所以我的具体型 我就告诉你 一个好的办法 那么对于 反函数的导数 你可以先求函数导数 然后取什么 你倒数就是 就是它的 为什么大家 因为很简单 大家知道 dy比上dx 是不是就等于 dx比上dy分之1啊 对不对 这个是反函数 求导的一个具体型的体现 你能听到意思吧 这是谁呢 这个简写成 y对x求导 是不是 这个就简写成什么 x对y求导分之1 是这样吧 你再不理我了 是吧 这简写啊 y对x导数 这是叫做函数导数 那么x对y的导数呢 叫反函数导数 它俩互为倒数 实际上这个形式很简单的 对吧 你只要不涉及到高阶导数 这个一阶导数 这个反函数导数啊 就是个倒数关系 所以我们毫不犹豫 是不是直接拿y求导了 求导之前 稍微注意一下 这个表达设理 是不是有个根号 四次根号下 1加x四十分啊 这也是指老虎 另乘u 先做换圆 对不对 这样会简单一点啊 这样会简单一点 这样的话呢 立即推 我们另乘u 之后的话呢 我的y就变成了 二分之一个 ark tangent u 是吧 大家 在加上 那就是 我写到这边去啊 写到这边去 那么这样的话呢 就加上 loin 四次根号下 这个u加1 比上u减1 是吧 大家 说实话 这个四次根号 是不是还可以写成 四分之一拿的前面 是吧 这个求导起来是很容易的 开始了 所以立即得到 y对x求导等于 注意啊 u是x函数 听到没 这里u是等于这个东西啊 是等于这个东西的 所以u是ux啊 这是u是ux 所以这样的话 就x求导出来 来开始 二分之一 一起背 ark tangent的求导是解 那16个公式里面 自己翻 ark tangent的求导是解 是1加u方分之一 算不算 把这写出来啊 这里面出现了一个 1加上u的平方分之一 是吧 大家 求导完没有 没有 外面再乘以谁 再乘以u对x求导吧 别忘了 这还有一个啊 这是佛求导啊 这给我提出去的 是吧 因为待会后面 还有一个 再加上来 这个四分之一 是不是拿前面去 是吧 四分之一 那实际上大家知道 这块是等于四分之一 被的loin u加1 减去loin u减1 同意吧 是这个吧 那这样的话 这个loin去了 变成括号 这里面有括号 你可以再写 这中括号了 是吧 中括了 那就是了四分之一 这是u加1分之一 是不是再乘以u的倒数 再减去 u减1分之一 是不是再乘u的倒数 我说你听懂没有 听懂了啊 来吧 等会再求这个啊 这个等会再求 这样的话呢 你就得出来了 所以他就等于 二分之一倍的 口号 这里面你会 把它是不是通分是吧 通分咱们超过去算一下 这个通分是几啊 这个简单是u方减1是吧 是吧 u方减1 分子 我们写一下啊 这里面通分一下 我这里面就超过去写了啊 这个一通分 是u的平方减1分的 上面是u减1 减去u减1是吧 是吧 这样会u会u越掉 是不是负2 是负2吧 负2的话的话呢 乘以四分之一 是不是负2分之一 对不对 负2分之一 所以呢 会会得到 前面的不要动啊 1加u方分之 这个不要动的 然后后面这个颜色 这个颜色是吧 应该是什么 是吧 这个是 这个是 负2分之一 是吧 我说对吧 负2分之一 然后的话的话呢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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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对 这个不对 不对 对了 我这个2分之一写出地方了 是不是大家 这2分之一是不是在这 是不是 这个为什么 我说怎么2分之一的不对呢 这个2分之一不要动了 这个2分之一个跟他没关系 这个2分之一在这 这个2分之一在这 对不对 这样的啊 然后减去2分之一是吧 减去2分之一个 2分之1分之一 这样对了吧 这样对了 刚才啊 注意 我刚才故意的啊 故意的 这考场上经常学生 典型错误 什么典型错误呢 丢在哪里 一会儿2分之一写外卖去了 一会儿写里面去了 对不对 我给你做一个示范 叫demonstration 要及时回头 是不是 发现错误了 及时回头 你说刚才那2分之一 怎么会写到外面去了 是吧 是不是 好了 这样的话呢 乘以ux一平 来吧 我们现在算一算了 你这个时候 大家看 这个是不是还可以通分 是吧 是不是 这个你把2分之一提出去 2分之一提出去 这样的话 他减他 是意思吧 这个再通一下 来看啊 那底下是不是就写成什么 是不是u的四次方减一 上面是不是叫 他通过来 是不是叫通过来 右方减一是吧 再减去一减去一方 是这样吧 是不是又得负二 这负二根的2分之一 是不是约掉了生负一 对了吧 再乘以u的x的导数 没错吧 好 这就可以带进来了 可以带进来了 大家看 u的四次方是几 你看为什么到最后才算 你看是不是给你凑好的 u的四次方 是不是正好把这个四次方 给你去掉了 剩下是不是就一加x四次方 但是算一加 x四次方减一 剩减 x的四次方 分支 负一 对不对 听到没 是这个吧 然后的话呢 再诊息 接下来注意啊 接下来乘的是 u x x一平是u对x求导了 我说对不对 对了啊 然后u对x求导 这个求导也不难了 我们拿过来 u对x求导 我们现在看着啊 这个u对x求导 u对x求导 它就等于 首先第一步 这是整个表达数的四分之一次方 是吧 所以首先写一个四分之一拿下来 乘以1加x的四次方 多少 是吧 四分之一减一是负四分之三 同意吗 同意吗 然后再乘以 这个是不是叫密函数求导啊 是我们16个公式的第一个啊 就是x的α四次方求导 求导是先把α拿下来是不是啊 然后再α减一 都会吧 再乘以里面的这个 一加x四次方求导是结 4倍的x的三次方 懂了没有 这样的话呢 把四和四约掉 四和四约掉 剩下是x三次方 乘以这个东西 对了吧 所以是1加x四次方 的负四分之三次方 乘以x的三次方 我说对吧 这样的话 这个约掉一个 这个约掉一个 所以是负的 1加x四次方的负三分之四方 除以x 对的 完全正确 然后大家告诉我 下一步是什么了 立即推 x对y的倒数 是不是正好是 y对x倒数的倒数 那就等于负的 直接说吧 这个x是不是翻上去了 负x分之一 不是写负x了吗 然后把这个负号去掉吧 乘以1加x的四次方的多少 四分之三次方 这就是答案 负x的 负的x乘以 1加x四次方的四分之三次方 对的 对的 今年我们对反函数 给大家在基础阶段 就做了比较详细的分析 可见这个重要性 希望大家要把它做好它 做好它 冲向型的 要注意形式 具体型的 要在计算上 保持正确性 正确性 好 这是我们说的第四个方面 下面我们看第五个方面 叫做什么呢 叫做参数方程求导 参数方程求导 这个内容 按照考验大纲啊 书一书二是明确写出 苏叶三并未明确写出 但是苏叶三也要掌握 为什么 他实际上实际到的啊 这是一个 这个对谁求导 还是这个问题 到底是对谁求导 这个关键问题 虽然考试内容上 苏叶三没写 但这个对你来讲 也是个重点 请所有同学啊 重视这个东西 重视东西 都要复习啊 你我讲一里写东西 你都要看 擦边球 他们现在会打的啊 尤其现在 苏叶三跟苏叶数二的考题 趋通啊 大级棒都一样的 所以你要 一定要把这个事情 做好 好 此题取字 苏叶数二 苏叶三都有啊 这道题是个真题啊 是真题 我改编了一下啊 改编了一个过程 总的计算 还是不少的 好我们看看 什么叫参数方程啊 先看一下这个表达式啊 X等XT Y等YT 那同学们知道 我们前原来讲的啊 显函数 隐函数也好 是不是只是X和Y之间关系 是吧 现在呢 找了一个参数 找了个中间人 有点像什么呢 你看 X跟Y这两口子 是吧 两口子 本来他俩是有函数关系的 吵架了 谁也不理谁 然后呢 X说话 跟谁说呢 跟T说 Y说话 跟谁说话 也跟T说 你懂了吧 就T相当于是一个 叫做media 是一个媒介 是个介质 是吧 XY通过T说话 那大家想 既然X跟T有关系 Y跟T有关系 是不是XY也有关系啊 他们可以通过T联系起来 是不是大家 就这意思 就这意思 那我就问你了 这很简单 请问同学们 DY比上DX要求导 他等什么 那自然你得把T拉进来啊 是不是就应该写成了 DY比上DX 分子分母同时除以谁 除以TT吧 这不就出现了 所谓的 这个变成了 Y对T的导数 比上X对T的导数了 很简单吧 就对谁求导 我记得在反函数的 第一个立体中 我就说过了 你既然Y是T的函数 大家想是不是应该对T求导 所以你该对谁求导 你就除以谁 对了吧 缺什么补什么 少什么天 X也是T的函数 那你要对T求导 你就把T给除上 这样的话 分子分母同时除以DT 对不对大家 这就实现了横等变形 这个方法学会它 以此类推 多号 依此 依此 依此类推 那么二阶级以上 也可以这样写下去 好 下面看题 假设Y的FX 由参数方程所确定 大家看出来没有 X是不是T的函数 回答我是不是 Y是不是T的函数 说这个函数的话呢 是由参数方程所确定的 其中FIT是具有二节导数的 那么现在 其逆球 这个证明函数 FIT满足方程 其实很简单 它是不是已经告诉你 D方Y比DX方 等于这个了 你是不是应该根据参数方程 再写一个D方Y比DX方 然后令其相等 这个方程不就出来了吗 对不对 这考树的大题 本来就这样出题的 这个题是计算题 不难 来吧 开始 第一步 DY比DX等于 直接说吧 好不好 是不是就是DY除以DT 比上DX除以DT 是不是大家 也就是Y对T求导 一起背 Y对T求导等于几 看这个 参数方程直接来 是不是叫FIT 很简单 对T求导 是不是大家 再来 X对T求导 大家看是不是这个X对T求导了 一起背 X对T要十节 2加2T 懂了没有 懂了吧 2T求导是2 T方求导是2T 是这个吧 继续来 叫依此类推 我来问你来答 接下来要求的 D方Y比上DX方 同时回答我 是不是前面讲过定义了 它说这样是什么 是DYDX 然后再D比DX 想起来没 想起来了吧 我问你 现在的DY比上DX 是谁的函数 你看得很好 它不是这个东西吗 这是DY比DX 是还不是 它是T的函数 故 对谁求导 对T求导 不要对X求导 对T求导 故分子分母 再同时出于谁 DT 看到了吗 一次类推的意思 一次类推的意思 我说清楚没有 说清楚了 好 那它就等于 看好了 它便等于 直接来了 上面整个 这个是桑的导数 桑的导数 对T求导 一起背 先是分母 是什么 平方是吧 2加2T的平方分值 上面求导 下面看着 上面是不是 乏爱两撇T了 乘以下面看着 2加2T 再减去 上面不动 下面求导 下面对T求导 是不是解 2减去2倍的 看懂了吧 对吧 这是我们的分子求导 分母求导 来 DX比DT 是不是又是 X对T求导 还是多少 2加2T 看懂了吧 所以这个参数方求导 还是一句话 你的表达式 是谁的函数 你就对谁求导 是吧 我们始终在为 对谁求导 是吧 为了谁求导 对谁求导 学生接触多了 你们关键 你们还考其他学科 我见了那么多学生 年年的 听到学生背政治 尤其到下半年 天天耳目染 受你们影响 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 怎么建设 整天就被你们这些 都带走了 记住 对谁求导 好不好 对对谁求导 记住了 于是大家想 这底下是几次方了 是不是三次方 我擦掉了 其他东西 我都擦掉了 于是的话 低方Y比DX方 就等于 我把它挪过来了 挪过来了 故 我的 你接着写 故 低方Y比上DX方 它就等于 这个东西比上 2加2T的 三次方 对吧 这不简单了吗 它已知 它等于解 3比上4倍的 1加 T 是这个吧 各位是这个吧 那不就出来了吗 所以立即推 这不是个方程吗 所以反而2比T 你看好了啊 我现在要约一下了 这个能约吗 约的啊 两边可以约的 是吧 这个2加2T 拿出来是几倍的 这是8倍的是吧 是吧 对的 对的啊 你上面提个2出来 大家注意啊 这个提个2出来 把2提出来 这里面 这个2是不是没有了 这里面是不是写成1了 我操个写啊 你没关系 你回头自己整理一下 这个提是不是 提个8出来是吧 2的三次方嘛 是不是大家 这些是1加上 那么这样的话 这个约掉是不是4 那这个4跟这个4 是不是约掉了 对不对 然后的话呢 这块约个1加T 这两块 这个跟这个 约掉一个是平方吧 所以这样一发一撇T 发2撇T 然后呢 或者你这样 把它乘过去吧 是不是1加T的平方啊 对不对 然后呢 两边再约 约谁呢 把1加T跟1加T约掉 除1加T 这个是不是就除1加T了 这个是不是就变这个了 出来了吧 不就这个嘛 所以发2撇T减去 1加T分之 发1撇T 等于3倍的1加T 看到没有 看到没有 这个出来 这是让你证明的一个结果 你猜一下 下一步该做什么 当然这个题结束了 这个题已经到这一步结束 证明函数满足方程 你知道这叫什么吗 这是以发一T作为位置函数的 二阶微温方程 是不是 对不对 你进一步可以求发一T的 这我们等到第六部分 讲温方程的时候再说 这还可以进一步 把发一T求出来的 这一题十分 写到这就可以一半 六分 或者五分 给咱们 下面还一步 这就纯计算 你懂吧 纯计算题 我是把真题取其一部分 让我们放到这个题目了 说来说一下 会了吧 特事方程 不难 记住 对谁求导 是个关键 来做个练习吧 这个题我随便挑一个 考研题 除了这种大题 我跟你说个小练习题 这就是小题 小题四分 这是2017年的第十题 小题四分 来迅速做答案 X等于T加1T Y等于3T 则 D方Y等于X方 二阶导数 在T取零时的值 等于几 你说这分 是不是送分 送给大家的是吧 你别不好意思 要啊 这个一定要要的 这个一定要要的 动手 20秒钟 给我报答案 开始啊 现场同学 已经全都低头做题了 评论前面同学们 有没有低头做题呢 答有的 好 时间到 差不多了吧 这种题就是20秒钟 各位 你发现这张卷子 是不是有送分题 还没说完 这一分钟了已经 没到一分钟 差不多 这种题 不能超过一分钟 各位 你这样算 这个数据卷子也不难 半分钟 30秒钟 20秒钟 做四分 还是可以的 这种送分 哪一年 看到没有 你知道为什么给标上一个2017吗 基数年啊 偶数年不会出这种题的 基数年是这种题 偶数年这种题 这就是偶数年的题 懂了吗 基数年是这种题 所以你不要担心啊 今年不担心 但是要考150 这样前这样题 是不得150 可是呢 你考不了 为什么 初心大意 为什么 会的都做错 你还别不信 你还别不信 那我们对答案啊 这个我不想讲了 这个讲了干嘛 首先dy比dx是吧 是不是等于dy比dt 比上dx比dt 是不是 对答案啊 它就等于3t求到 是不是call3t x对t求到 是不是叫1加1的t次方 是不是 它依然是t的函数 故 d方y比上dx次方 它就等于dy比上dx 再低别dx 分子分母同时处于谁 dt 你是不是很熟练了 它就等于 来 整个的这个表达是求导 那就是1加上1的t次方的平方 上面求导 负3t 乘以下面不动 1加1的t次方 减去 上面不动 call3t 乘以下面求导 是不是这个 回答我 是不是 然后底下是x对t求到 1加上1的t次方 是吧大家 我写的对不对 对的啊 然后的话呢 带值是吧 这相当于是 底下是不是叫1加t的几次方 三次方 1加1的t次方的三次方 好了 带t得0 是吧 t取0时 很简单 立即推 3t是不是得0 最后是不是没有了 那么call3t是不是得1 1的0次方是不是1 上面是不是叫负1 底下是1加1是2 2的三次方是8 答案 负5八分之1 你算对没有 算对了 送分题啊 送分题 你看阅卷老师改 是不是改的不是这个答案 改的是这个答案 看到没有 你懂了吗 这个做考验题啊 他也不会让你随便写答案 不好改卷子 知道吗 这个毕竟啊 这个数学是不是机器阅卷 你们只有八个选择题 是机器阅卷 你要拿铅笔图卡的 也是二笔铅笔 跟那个考英语一样的 但是除了这八个选择题 其他都是人工改 人工改就不要出现 这种阅卷不好阅的答案 是不是 他最后都带个值 让你去写一个具体的数 是吧 这个是比较 这个考试要出现的 所以如果你的答案里面 填空题填出这个东西来了 你要小心 往往他不是的啊 你还考虑一下阅卷人是吧 他的感受 对不对 好了吧 这是第五种啊 最后一种叫高阶导书 同学们 这高阶导书我打醒啊 这个是非常重点的 非常重要的 它一共是三种方法 但是话呢 我们今天啊 讲两种 先讲莱布尼兹和找规律 展开设法 口号 以后再说 展开设法以后再说 展开设法也是非常重的方法 但是话呢 我说了啊 循序渐进 慢慢来 请看例题 我通过一个实际例子 来告诉你 什么叫莱布尼兹和找规律 我们把这个事情 今天在基础阶段 先把它解决了 如果同学们有兴趣 可以自学展开设法 这个事情的话呢 以后当然一定会讲 这是后面的事情 你要去背背 太郎公司的通试 这个后面我们再说 慢慢来 例题这样出 假设Y等于X平方 乘以32X 请你求Y的50阶导书 各位 这可不可蛮干啊 有些人说 这不是具体函数吗 50阶导书 他也不知道怎么做 脑子一转 50阶 那来呗 开始了 因为这种题目 一般也就在前面出现 是吧 一看手表 还要两个多小时 两个多小时 我搞不定50阶吗 我有鱼共一山的精神 大家自然知道 这是不可行的 不可行的 找规律 作为莱布尼兹高阶求导公式 就是底下这两个 我先说第一个 这个大家不用说 你也会背 加加减减的N阶导书 就核X的N阶导书 等于N阶导书的核X 对不对大家 这个不要背 你也会 关键是层级的高阶导书 那我写一遍 我曹高的写一遍 大家跟我一起来背 你看书就行 看就行 这个U成威 它的N阶导书 它的这个打开的式子呢 有点像二项展开式 此消彼长 比如说第一项呢 还这样写 我按照书上规律 因为这个大家知道 惩罚具有交换率是吧 谁写前谁写后 算无所谓的是吧 我们按照书上的这个规律写 你可以看到 它实际上是这个东西 有一个人 比如说U求N阶导书 V呢 大家看起来是不求导书 是吧 对不对 你这时候呢 可以写成CN0 这个0呢 代表是这个不求导 0阶导书 但CN0是不是一样 再加上U呢 此消彼长 N-1阶导书 再乘以V的什么 1阶导书 这俩加起来得N 听懂得懂吧 此消彼长 你小一个阶数 求导阶数 我多一个求导阶数 听懂 听懂什么 这是一瓶 前面写了CN1 这个1呢 代表V求一阶导书了 但是CN1是不是就是N 你看书上是个系数有N 再继续写 你看叫UN-2阶导书 各位是不是V2 听懂没 此消彼长 这是不是叫CN2 你懂了没有 它是不是这样等于2分之N乘 看书看书 是这样写的吧 一直写下去 懂了吧 一直加到什么呢 加到 一直加到这一项 加到是U不求导了 V的N解导书 是不是CN 懂我意思吧 实际上是N加一项 它就有了前面写的那个通识 我都不要抄这个通识了 各位 你觉得它考验题 会不会把这N加一项 都让你写出来 那是不可能的 这累啥小子呢 这不会的 他要干的活呢 是肯定有某一个人 一定要长得简单一点 比如说优惑走杯 那么这个优惑杯呢 稍微求一下导书 就没了 你能懂吧 比如说密函书 它的接触低 它的接触低 求个一两节就没有了 它最多考的 到目前为止考试 最多也就考了个三项 或者四项 明白吗 你比如说这个例题 你看这个题 这个题目 x平方乘以3 2x 是不大家 他求导 我问你答 是不是可以直接来了 看我写啊 你此消彼长了 首先呢 你比方说x不动啊 x不要动 是不是3要求 2n 是不是求50阶导数 能听懂吧 再加上 下一项 此消彼长啊 x平方 是不是给他求 一阶导数了 剩下的3n2x 是不是变成了49阶导数 明白没有 大家注意啊 我再讲一遍 乘法具有交换率 谁写前后都无所谓 能懂吧 能懂意思吧 那下一项是谁 你自然看到了 是不是再加一项什么 再加一项 是不是 这前面个什么 是不是cn1 是不是n倍的 对吧 他有系数啊 他有系数啊 再来一项就是 x平方 各位 是不是求两阶导数 乘以3n2x 是不是叫48阶导数 前面是不是叫cn2 是二分之n乘n减1 不离网 是要不是 就这种下 这就做完了 再往写 还有没有 没有了 为什么没有了 为什么没有大家 你注意啊 我这个等下来啊 我就写在这啊 他就等于 继续把它写下来啊 这个等于 他实际上你看 x方不动 是不是就是x方 乘以3n2x的50阶导数 大家注意啊 这一项x方求的 是不是2x了 所以是2nx乘以3n2x的49阶导数 括号要打啊 你写个49 不写括号那49次方了 括号要打啊 听到没有 再加上 那么这2分之n乘减1 大家注意 x方求一阶导数吧 2x啊 再求一阶导数吧 2 所以2号约掉剩解 n乘n减1 听懂为什么 然后直接是3n2x的48阶导数 是吧 大家 再方求没有了 因为下面再求一阶导数 二球导数0啊 是吧 大家 后面是不是全消失了 你跟上了没有 跟上了 这就叫莱布尼茨高阶球导公式 它最多也就让你写个三项或者四项 对了吧 一般数呢 就是x平方啊 它不会超过二次方一般 三次方的话呢 就是四项了 二次方的话就三项 看懂了啊 看懂了 接下来 接下来的问题是什么呢 你这个都写完了啊 接下来是找规律了 找规律呢 我想这个规律在底下啊 找规律 用书与归纳法正得的常用公式 这个从哪看呢 你教材里都有 我不要去写了啊 这个书规法 要求各位要背下来的这些东西 我倒建议啊 这样 你不用现在背 现在呢 大家就抄公式 每次做这种题呢 你抄一抄 懂意思吗 我都给你写的讲义上了啊 只用背这些个 什么时候记 考前两个月 跟政治一起背 最后阶段 大家昏天黑地的背 背什么 别忘了 不光背19大报告 不光背习主席的重要讲话 还要背数学公式 那些 可以短时记忆 然后就被 可以被你永远遗忘的公式 你能听懂意思吗 就所有短时记忆 可以然后 不需要再记忆的东西 因为我觉得啊 这些东西也没有价值 为什么 现在有计算机 有电脑 他不需要这脑子啊 记那么多顿干什么 要解放自己的大脑 要思考问题的 这些东西可以留给计算机 是不是大家 手机上都可以翻到这些公式 供 考前这背 是吧 但毕竟是考试 他要你记得 你的背背 好吧 这里设计什么 看到啊 一个是 一个设计到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 呃 A的X之方 E的X之方求导 一个设计到 Sine Cosine求导 一个设计到Long求导 Long求导 X加一分之一求导 看到没啊 背背啊 这个背背 比如说我这题就用了 我直接用 好吧 开始他就等于 你看 是不是Sine KX的50阶导数 啊 你们没有提醒 我刚才写了个50 是不是没打括号 你为什么不提醒我 我是故意的 我就提醒大家啊 不要忘记了 括号 哎 大家看这个规律 你找到没有 我问你答 每次Sine求导 是不是多一个K 你出来 因为复合求导 第二 最后一步 是不是KX求导是K 所以有多少阶导数 是不是有K的几次方 故这个50阶导数 是不是有2的50次方 你不理我 是也不是 所以是X平方 不要动啊 乘以2的54方 有了吧 再乘以Sine 请回答 是不是叫KX加二分之π成岩 跟你讲过了 你就背入就行了啊 因为他每次求导数 那Sine求导变考三岩 是吧 考三求导数变成负三岩 然后再 他每次都变明 是不是大家 每次变明 还是正负号 正好符合这个规律 你记得诱导公式吧 叫即变偶不变 负号看向线 对吧 告诉18奖 第一奖就给大家 专门列了这个表格 即变偶不变 负号看向线 那你告诉我 现在什么意思 K倍 是不是叫2X 加上二分之π成岩 乘以几 是不是50 是这样吧 那大家算 即变偶不变 我们就这个 这个50是偶数吧 是不是二分之k派吧 把α当锐角 记得这事吧 把α当锐角 那么是二分之π成以k 这个k是50 50是偶数 即变偶不变 是不是他结果还是三岩 那么看正负号还是负号呢 你这样算啊 我觉得五十不好看 你先把这个周期 你给我搞定它 这个三岩 是不是以二派为周期的 二派为周期 你找一个偶数倍的派 那么二乘五十分之π 是不是 这是25个派吧 25个派 你去掉24个派 听得懂吗 你去掉24个派 是不是还是一个派 一个派 正好相当于是二吧 是不是相当于是二 结果是一样的 因为你去掉 整数倍的二派嘛 对不对 那么二的话呢 你想这二分之π是π π加r吧 是不是第三项进去了 三岩正的负的 负的 所以它等于什么 负的三岩2x 实在不是 负三岩2x 所以这个位置写成的是负三岩2x 负三岩2x 这不就来了吗 对不对 再加上下一下 2nx前言 大家又来了 这个2拿出来是不是 2的四十九四方 对不对 你求几节导数 它有几节 然后剩下的按规律超 它就变成了三岩2x 加上二分之π 财一节 是不是财一四十九了 一起背 诱导公式 即便偶不变 这是极数吧 极数的话 是变靠三岩了 靠三岩了 靠三岩的话呢 你也可以先看看周期 是不是拿出四十八个 四十八个拿走 是不是还是二十四派 二十四派去掉了 不需要用商业 这个是偶环 是二派为周期的 是不是剩下二分之一派 二分之一派 你想二分之一派 是加上α 是不是第二向线 第二向线的三岩 是不是还是正的 对不对 所以变明变成cos2x 正的cos2x 对不对 正的cos2x 你倒不离我了 是还是不是 你记住啊 即便五便 这个你会了 是吧 符号看向线 是把那个2x当做α 当做锐角 然后加上那个剩下 那个二分之kπ 是吧 看在第几向线 是原来那个 原来那个函数的正负 对不对 然后套到这个结构里面去 原来那个是正的 你cos3就写正 是这个意思 最后一项 来练习一下 n乘n-1 这个乘以2的48次方 是吧 大家 然后呢 你再乘以的是3 2x加上二分之派 陈英杰 48 各位 这个简单了 他就是正好是谁 24个π嘛 24个π不正好 周期性嘛 是不是312x 好吧 312x 所以呢 这结果是312x 整理一下啊 就可以了 这就是答案 你要提取什么 2的多少次方 公英式什么的 这个都无所谓啊 这个随你了 但这个答案呢 就这样了 这个阶段啊 基础阶段 我先建议大家 把莱布尼茨 高级确道公式 要背书它 好吧 你放心 展开做题 都是三项四项 绝对不会多 第二个呢 你要把三角函数 这些右手公式啊 三角函数的 横定变形公式 你给我提住了 是吧 第三个呢 大家都做题的时候呢 把这些已经 在课本当中啊 我告诉你 这个可都不是 咱们考验书才有的 教材里就有 是吧 大家 这个东西 你要把它 多用一用 我不要你现在背 拿过来就抄 抄完之后 做对就可以了 考前 把它背对 因为这几年考验 确确实实 考到过来 你要临考场上 现推 各位 那这个时间 可麻烦了 是吧 这个还是要记性 好了 以上所谈 就是我们 第二个话题 我们就给同学们 讲到这里 那么这个里面 所涉及到的 六个方面的计算 相信啊 各位 能够在基础阶段 暑假之前 能够做到 炉火成青 登峰造极 拿到秋岛 踢哗哗 对不对 这个硬骨头啊 其实还不在秋岛 他们都知道 真正的计算难点的 高峰啊 在积分学 是吧 所以秋岛先学好了 我们后面的课程 会拿出相当一大部分时间 我带着你好好地把 基本积分法 基本积分表 我们好好地要整理出来 这个工作 我带着你做 咱们基础阶段 要把它做好了 强化班 一道也不讲 你不要指望 强化阶段 同学们来 做五十个积分 没有这个时间 基础阶段可以 五十个 五百个都可以 你要好好做 有好做